大学学科能力测验成绩公布 桃园市阳眉区的智平高中 获得50级分以上的学生有23人 其中年加委获得了59级分 他是立志要当医生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智平高中在112年大学学测中大放异彩 获得50级分以上的学生有23人 其中18人当年是从国中部指申上高中 获得59级分的年加委 立志当医生帮助更多人 我看到很多人 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完成自己想要的梦想 就是感到很可惜 所以呢我想要延续 就是利用我专业力量 就是医学力量 来延续他们 就是对于生命的梦想以及热情 获得57级分的周延君 喜欢树立科目 从写程式的过程获得成就感 他希望有机会就读台大自公系 我比较感兴趣的科目是数学 那我未来想走自公系 因为我蛮享受就是用自己用程式打出 可以创造出自己游戏创造出自己世界的感觉 我想填台大自公系 因为我觉得就是资源比较多 然后也有很多厉害的学长姐们老师们教授 还有资源在那边 多位学生三年前从国中部直升高中部 当时国中部导师叶俊贤 教学生也还努力改进教学方法 想办法提升学生们对数学的兴趣 帮助学生乐在学习 不只是我自己的数学课 其他像英文啊 理化的这些 他也都可以自己兼顾得很好 再来就是他们同学之间 互相讨论的那个气氛非常的热络 所以我觉得这是他们在课业上 然后彼此有兴趣 然后可以大家一起为共同的目标努力 然后才让他今天可以考出这样子的成绩 制品高中今年获得56级分以上的学生 共有7人 预计将会有5名学生进入医学系 8名进入台湾大学就读 garden 装十字幕 靳币